要是车企改行做手机 华米OV最怕谁入局你知道吗 我猜大概率是特斯拉 因为看完特斯拉最新的Hardware 4.0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了 首先最近有消息说特斯拉已经打算在海外改款的Model X Model X上面直接交付使用Hardware 4.0了 中国消费者也不用急 因为上海的特斯拉工厂也在对生产线进行一系列的调试 估计国内也很快交付上车了 那么咱们还是先从CPU开始了解 因为Hardware 4.0的二代FSD芯片还是交给三星来代工 7纳米的制程 CPU内核从12个增加到20个 给大家算个账吧 因为7纳米芯片一次性流片的成本 大概在3000万美元 也就是大概2亿人民币 如果二代FSD出货量达到10万片 每片分担的成本大概300美元 那出货量30万片的话 每片分担的成本100美元 注意哦 这里还没算研发成本的分摊 当然了7纳米比起5纳米 或者3纳米已经是便宜不少了 虽然更加先进的制程能 实现更低能耗下面更好的性能 但代价就是更高的制造成本 和更低的量品率 而三星的7纳米供应呢 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 关键是代工的价格 也会比台积电来得更加便宜 关键是三星的晶圆代工厂 就建在特斯拉总部门口 那确实没有必要再去舍近球员 考虑贵得多的台积电 对吧 成本高的地方呢 还包括内存 因为从LPDDR4升级到GDDR6 也算是创了车载领域使用 GDDR内存的先河了 补充一个知识点 LPDDR的LP 就是Low Power 特点是低功耗和小体积 一般都是放在咱们的这个 手机上面去使用的 像小米的13Po 就是LPDDR5 而GDDR的特点呢 就是高带宽 高延时和高功耗 适合用在图像这种需要大数 数据量传输的场合 比如PC的显卡 特斯拉走视觉感知的技术路线 所以改用GDDR6显然是更加合适的 至于实际的速度对比 大家可以简单参考这个图片 Hardware 4.0用了16块内存芯片 每块容量为2GB 合计32GB 每块芯片独享16G 是Hardware 3.0 每块8G的两倍 之所以需要那么高容量的内存呢 也跟Hardware 4.0的升级了 Sony IMAX 490用摄像头有关系 因为从120万像素升级到500万像素 那个数据量不是线性的上升 而是对数级的上升 那摄像头升级后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下这个片段 所以这座摄像头的大广角 以及高像素呢 十字路口以及更远地方的车辆 也能被识别到 哪怕车道线已经被积选彻底覆盖住了 但是在避让对象来车的时候呢 路边缘的位置也能判断得很准确 那不过成本嘛 也是诱言可奸的涨 GDDR6单片预计 要10美元 16片就是160美元 别忘了 座舱系统也用了GDDR6 虽然只是2片2GB的 但成本也得40美元 Face储存方面 Hardware 4.0将容量提升到128GB 但还是UFS2.1的标准 跟安卓旗舰手机的UFS4.0差距还是有的 那现在呢价格是比较便宜 成本也就7.5美元左右 另外呢4D毫米波雷达是Hardware 4.0的重点 之前特斯拉用的是大陆的毫米波雷达 性能呢是比较弱机 所以时不时会出现又令刹车的问题 那这锅虽然特斯拉得背 但本质上就是毫米波自身的问题了 那新的4D毫米波雷达 据说成本在150-200美元左右 这已经算是很有竞争力的水平了 给个参考大家 一般这个4D毫米波雷达的采购价也得在 250美元以上 那随着以上元气间的升级 供电方面也得跟得上 Hardware 4.0有24路供电 比Hardware 3.0多了20路 里面还用上出现在高端PC主板上面的 坦电容 当然了侧面也说明了 Hardware 4.0的功耗也不低 据测试空闲时的功耗 大约是Hardware 3.0的两倍 约为80瓦 而实际运行状态里面估计有 160瓦的功耗了 其余成本方面 大头的地方还包括了 FPD Link 所谓FPD Link 也就是解串器芯片 一般它都会跟摄像头内部的 加串型芯片配对使用 有了这个FPD Link 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可以传输更远距离 而且不容易受到电视干扰 这里呢 每片成本大概在35-70美元之间 而Hardware 4.0用了3片 总体来看 Hardware 4.0 它的元器件大概有5000个左右 比Hardware 3.0大概多出几百个吧 但光毫米波雷达 摄像头模组 FSD模组的BOM成本 已经得去到1500-2100美元了 没进收的话 iPhone 14 Pro Max手机的BOM成本为464美元 Hardware 4.0至少是它的三倍有多 别忘了 随着这个销量的提升呢 其实这个成本还能继续的下滩 还是那句话 特斯拉早就为降价做到准备了 就看什么时候出手而已 这下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